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一个是那种五层的 五层的这个每个抽屉就要比这个再矮一点 那我买的是双层的 我之前只有上面这一个也是那个母纸的 然后我那天去买了一个这个 就放了一些我用的一些底妆啊 因为之前底妆就是太大 这个里面就放不下 那现在就可以放在这个柜子里面 虽然都没有放满 下面就是一些唇膏什么的 它那个打开的方式除了是这个抽屉的 它其实可以这样子也可以打开 但是我会把另外一个就是柜子压在上面 压在上面的话 我就只能这样子打开 我觉得对我来讲两层的就够了 因为五层的话有可能太多 而且五层它的那个抽屉就是比较窄 就是高度没有那么高 像这种粉底液或者一些底妆产品就不一定放得下 对 我录完一个视频 每次录完视频都是一身汗耶 其实我最近没有经常录视频 就是有点偷懒 哦那个什么来着 嗯之前啊有人说要分享那个卷发 其实我不擅长卷发 我不是很会弄 而且我现在头发也没有很长 那我最近买了的这个 这个是一个hot tooth的一个卷发宝 我之前用的是露华农的 但是露华农那个不好用 因为加热很慢 我不知道是坏了还是怎样 然后我朋友就推荐我买这个hot tooth的 hot tooth的我买的是1.4 inch 应该毫米的话应该是28毫米吧 28mm吧 其实我卷也是就是乱卷的 我通常只会卷发尾 发尾的话我就是通常这样夹好 我现在没有加热 就是比一下给大家 就是往里面卷一下 稍微往上面一点点 然后卷一下就可以了 而且我是会放到最热的一档 因为我不喜欢就是 嗯卷好以后碰那种定型 我觉得定型会有捏捏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通常是会把这个温度调到最高的这一档 我今天是有卷过 但今天是下雨天 所以那个卷度就不是很大 就是有那种微卷的那种感觉 我们出来去买个泡面 因为今天我们家包饺子 但是我有点像吃泡面 在家里没有 所以我们就步行出来 这个雪超大 现在还没有停 在我们家步行的距离是没有华人超市的 但是附近有一个小小的韩国超市 所以我们准备去那边买一下泡面 现在雪还没有完全停 它要待会儿要到四点三四点的时候才停 对 哎呦小心哦 不要摔脚 好大 没有戴帽子 只能靠这个羽绒服的帽子 不过还算挺厚实的 我脸都已经吹红了 下完雪光线特别好 这个时候比较适合做视频 啊 还在飘雪 哎呀 这个车 感觉都像奶油蛋糕一样 我们买完泡面了 CVS逛一圈 我买一个这个牛肉干 但不知道好吃不好吃 它在打折 这个是 Teriyaki的 买一个上面那种的吧 这个好像 不知道这边牛肉干好吃吗 之前吃的我觉得没有国内的那种好吃 你应该要买薯片了 这个什么 Ranch的那个 我不爱吃Ranch的那个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吃 你拿过来 这个 你拿好了 你拿好了 它也没有太多的口味好像 这个是那个低盐的那个 对啊 这个也是Orangian Noth的 你不是喜欢吃Orangian Noth的吗 你拿了几个 两个 拿了两个 这里都没有人扫的 我们终于回到家了 外面真的是好大的风 好大的雪 我们就是买完东西以后 那个雪就小了很多 然后就在CBS买了一些零食 这个就是我最近最爱吃的那个薯片的口味 是辣椒酱 然后这个是胖哥哥喜欢的原味 他还拿了个什么 他还拿了个Sour Cream Onion的这个 这个我也不爱吃 对 然后 买了一包牛肉干 牛肉干我就是 可以看电视的时候啃一下 但我之前没有买过这个 不知道好不好吃 泡面呢 我之前想买的那个 泡面那个小店里面没有 我们就随意的买了两包 这个 这个叫Sapporo的那个日式的拉面 其实他说是拉面 但我觉得应该不是那种很正宗的拉面吧 然后我今天晚上还会包那个 金葱白菜饺 对 我现在准备去包饺子了 我现在吃这个牛肉干 好像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吃一点 他就是有点点甜 有点点辣 他没有那个 果内的牛肉干那么的 多汁 但是 他不是很硬 还算是比较 松软的 今天是周六 然后我们现在是准备去买个菜 其实现在已经停完了 已经是中午十二点 不过我早饭还没有吃 我们应该先去吃个面包 然后去超市里买菜 我们通常买菜就是先去华人超市买一点蔬菜 然后去Fairway买一点牛肉啊 像牛排或者是那种有机的荤菜这样子 我们现在在Fairway等车位 周末的话人还挺多的 不过前面好像有一辆车要走了 我们就等着这个车位 今天天气还挺暖的 虽然是下过雪后 路上还有好多雪 大家看见那边吗 有很多雪 但是还挺暖的 就是雪都在化 所以路上都是湿湿的